神韵晚会以纯善纯美的艺术形式 展现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的深刻内涵 3月19号晚间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 在嘉义的最后一场演出 仍然是座无虚席的盛况 观众们在观赏后 深深被演员们的无懈可及 完美呈现所折服 其实我内心很激动 我觉得就是很激动 第一次观赏神韵演出的 大提琴老师廖思琪 对现场演奏的乐团 竟能与舞蹈演员搭配得如此 天衣无缝 赞叹不已 整个多媒体跟舞蹈的搭配 完全没有失误 整个音乐的鲜接 紧凑度 然后我觉得舞蹈的扎实度 每一个功夫 真的是真功夫 真的 这是还蛮震撼的 专场是提琴教学 但神韵晚会的音乐 舞蹈 歌唱等元素 都让廖思琪嘖嘖称奇 我不知道就是说 女高音其实我都是听意大利文 对 然后这次是用中文的发音这样子 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有 就是很高的厚的底子这样子 对对对 同样是第一次看神韵的林世荣 是台南台湾电影文化城董事长 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刘存 林世荣说 神韵晚会再现5000年中华文化精髓 这样的演出绝对值得大力推广 神韵带给观众的震撼与感动 全都在观众陶醉的神情中一览无遗 新台湾电视 张又名 陈毅文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